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3日星期一 农历4月26 我是子楠 我是小曼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 人在旅途 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细争业化的话题分别是 时事三人谈 往事如风 情感夜线 惊心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这里是江苏 心理漫谈 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解读美国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二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 舌尖上的西雅图 爱情麻辣烫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 以及西城烟化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者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星期一淡化了立刻与加沙 哈马斯战争停火的前景 称美国总统乔拜登提出的停止战斗 并释放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的协议 是不完整的概述 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 一直在推动消灭加沙的哈马斯 但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关于我们同意 在没有满足我们的条件的情况下 停火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拜登上星期 概述了加沙的一项新的停火协议 其中包括初步停止战斗 和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一些人质 尽管以色列官员质疑 停火提议的细节 但其军方宣布 哈马斯俘虏的另外四名人质 现已确认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老人 他们恳求扣押他们的哈马斯 释放他们 但没有成功 瑞士主办的旨在构建 对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和平建议 广泛国际支持的全球和平峰会 将于6月15日至16日举行 在俄罗斯未受邀请 中国拒进参与 而泽列斯基周日指责 北京帮助莫斯科破坏峰会 向其他国家施压 不要参与的情况下 瑞士峰会的前景如何 路透社星期一发表分析报道说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进入第三个年头 而乌军在现场压力增加之际 泽列斯基总统希望再次将乌克兰的局势 置于国际外交聚光灯下 近半年多来 全球的焦点一直在加沙以哈战争上 瑞士和平峰会意图创建一个 建立和平持久的框架 和俄罗斯最终加入这一进程的路线图 俄罗斯灭称这一倡议是浪费时间 而乌克兰一直动员参与的中国 上周五5月31日表示不会参加 令泽列斯基非常失望 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尽管中国声称在俄乌战争中持中立立场 但却与俄罗斯越走越近 近期美国乌克兰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 即使中国尚未向俄罗斯直接提供 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武器装备 但中国企业向俄罗斯供应的军民两用零部件 却已经被俄罗斯广泛应用于制造武器装备 乌克兰总统瑟连斯基的办公室说 到6月初已经有10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 包括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和南美非洲和中东的国家 基辅一共向大约160个政府和组织发出了邀请 乌克兰最主要的盟友美国将参加 但是没有说拜登总统是否会出席 泽列斯基说如果拜登总统缺席峰会 普京会很高兴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克夫称 峰会没有俄罗斯参与毫无意义 基辅决定不邀请俄罗斯参加 因为不相信莫斯科 俄罗斯目前占领了约18%的乌克兰领土 不过基辅表示 莫斯科在未来讨论结束俄罗斯入侵的峰会上 可能会受邀请 但是必须依照基辅的条件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吉弗洛夫表示 这次峰会将以泽列斯基提出的 十点和平方案为基础 聚焦三个重点议题 食品安全 核安全 以及释放所有战俘和被驱逐者 尼吉弗洛夫对乌克兰电视台说 准确地说 这三点具有将持不同立场的国家 团结起来的潜在性 泽列斯基2022年11月 在由20个主要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 首次宣布它的这个十点和平方案 方案还包括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俄罗斯完全撤军 以及设立特别法庭起诉俄罗斯的战争罪行等 下面是天气预报 达西雅图地区今晚有多云 降水概率63% 最低气温华氏52度 摄氏11度 明天有雨 降水概率73% 最高气温华氏63度 摄氏17度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在海外社交平台流传的多张微信截图显示 有中国大学校方发布的通知 6月4日严禁集会活动 一切班级活动提前一周报备 严禁宗教活动 严禁建立宗教团体组织 严禁传教等 在另一通知中 校方要求班主任及老师 敦促学生不要在系公众号 抖音视频号等任何平台 发布任何网络信息 包括通知等 结束事件并行通知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一 在六四天安门35周年前夕发表声明 声明中指出 两岸关系的本质就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 而民主自由和平等普世价值观 则是两岸人民拉近心灵距离的关键因素 两岸应该透过善意互动与对话 创造无限未来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北京当局尊重台湾人民 对民主自由体制及生活方式的坚持 并理解台湾民主制度的实践经验 是两岸共同的珍贵财产 台湾委员会呼吁 北京当局应以更柔软开放的态度 包容不同的意见和主张 认真倾听来自广大基层人民 渴望追求自由 民主生活方式与公民权利的心声 以具体的行动实现民主制度 保障基本人权 如此才是长治久安的现代化途径 为纪念六四三十五周年 台湾的公民社会和民权团体计划 周二傍晚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举行烛光悼念活动 一场名为生死存亡 六四三十五周年艺术展 目前正在中正纪念堂举行 展览由台湾和香港两地人员筹办 邀请了18位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以他们的作品参展 探索生命的死亡存在和遗忘之间的微妙关系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批评中国对俄立场的举动 引发舆论关注 自俄乌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一直试图扮演战争调停者的角色 然而随着乌克兰和平峰会日趋接近 中国这一调停者的外交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时 公开批评中国施压其他国家 试图抵制本月晚些时候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外交官 竭尽全力破坏这次峰会 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成为普京手中的工具 泽连斯基还指 自他2023年4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以来 两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 虽然中方一再否认向俄罗斯出口 军民两用物资以支持队伍战争 但泽连斯基称 多家情报机构获得的证据表明 某些中国产灵部件已经流向了俄罗斯军队 本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由泽连斯基推动 实在就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道路 达成国际公式 峰会将于本月15日至16日在瑞士召开 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的代表确认出席 截至目前 白宫尚未确认美国总统拜登是否会亲自出席峰会 而瑞士方面表示 尚未向俄罗斯发出运会邀请 中国外交部上周五宣布 中方将不再参加在瑞士举行的这次和平峰会 理由是峰会未能满足中方要求的运会条件 即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周日在泽连斯基发表讲话时 中国军方代表亦反常态未曾出席 此外 中方代表还一直避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场 与乌克兰代表相遇 中方告知主办国新加坡 如果泽连斯基出席晚宴 中方则不会出席 与此相比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月对中国进行了高规格股市访问 外界注意到 泽连斯基公开批评中国 无疑是对北京的调定者角色投下了反对票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玉奥元认为 格务战争的延续某种程度上令中国获益 他说中国挺俄罗斯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可以获得更便宜的天然气资源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用俄罗斯当作美东竞争之间的挡箭牌 转移了美国战略布局的焦点 截至目前 中国官方尚未对泽连斯基上述表态做出直接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认为一切有利于和平危机解决的努力 都应该值得得到支持 自俄乌危机爆发以来 北京一直试图将其塑造成战争调停者角色 此次中方拒绝借瑞士和平峰会 强化这一外交形象的举动 备受国际舆论关注 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执行主任 格莱仪分析指出 与宣传自己是战争调停者的策略相比 北京更将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优先考虑事项 此外泽连斯基的批评显示乌克兰对中方不能保持中立立场的态度 已经失去耐心 中国的论点是他支持和平峰会 但必须让俄罗斯参与进来 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中国星期一声称又破获了一宗间谍案 指控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招募为中国中央政府工作的夫妇从事情报活动 这进一步加剧北京和西方大国之间长达数月的相互间谍指控 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称 国家安全机关近期破获一起重大间谍案件 中国国安部文章称 英国特工说服在中国中央国家机关担任核心生命岗位的王姓男子 及其周姓妻子叛逃 中国国安部表示 王姓男子2015年赴英留学 军情六处特意对其特殊关照 邀请吃饭聚餐 参观游览 设法了解其性格弱点和爱好需求 国安部指出 在得知王姓男子有较强金钱欲望后 特工特给付高额薪酬 提供咨询兼职的机会 王姓男子答应后 咨询内容从公开研究项目 逐渐涉及到中国中央国家机关内部核心情况 国安部文章写道 军情六处人员后来向王姓男子表明身份 王某某为谋求利益 答应了英方要求 履行参碟手术 之后 王姓男子回国潜伏 最后策动了也在某核心要害单位工作的妻子 中国国安部强调 掌握扎实证据后 已采取了果断措施 对两人依法审查 并称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国国安部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王和周在中国认知的单位 所提供信息的性质以及他们的下落 法新社已联系英国外交部请求置评 中国和西方大国长期以来一直相互指责对方从事间谍活动 但最近个别案件频繁浮出水面 中国国安部今年1月也曾宣布破获一起与英国有关的对华间谍案件 中国当时拘留了一家海外咨询机构的负责人 指其为英国军情留处间谍 今年4月 英国警方正式起诉两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人 一人是牛津学者 另一位是议会政策研究员 他们被控违反官方机密法 非法向敌国提供信息 中国大使馆称这些指控是恶意诽谤 并强调中国从未参与任何形式的间谍活动 另外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 袁松彪等三人 于今年5月被指控有协助外国情报机关与外国干预罪 但该案中37岁的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 英国人马修特里克特 在开庭前几天被发现陈氏公园死因不明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COVID-19还在流行 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睡眠充足等 还有 只要感觉生病 就应该立即做检测 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 及社区机构 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警自检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一线栏目 我是子楠 我是小曼 今天是2024年6月3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美国顶尖传染病专家 安东尼福切医生 星期一回到了国会 他称共和党人提出的 他试图掩盖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的旨 控称为简直荒谬 共和党领导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调查美国对这次大流行病的反应 以及由美国资助并在中国进行的研究 是否与疫情起源有任何关系 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 福切有不当行为 他已经在今年的1月 接受了历史两天长达14小时的闭门质询 但是星期一 福切在一场听证会上自愿公开在镜头前作证 而这场听证会很快演变成了带有党派性质的攻击 共和党人重复了对这位长期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家的未经证实的指控 而民主党人则认为国会玷污他的名誉道歉 并哀叹错过了为下一次可怕的疫情做准备的机会 他不是漫画中的超级反派 马尔兰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杰米·拉斯金说 他补充说 新冠病毒大流行并特赦小组委员会 未能证实一系列对福切不利的指控 福切是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政府 早期应对COVID-19的公众形象 后来又担任总统乔·拜登的顾问 他曾是数百万人信赖的声音 也成为党派怒火的目标 当他星期一回忆起 对他和家人的死亡威胁和其他骚扰时 他哽咽了 他说这些威胁仍在继续 警察后来将起哄者护送出听证室 主要问题是许多科学专家认为 这种病毒最有可能是在自然界中出现的 并从动物传播到人类 可能是在中国疫情爆发的城市武汉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 没有新的科学信息支持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的 美国情报分析称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个 而美联社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 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 阻止了病毒溯源的关键努力 福气长期以来一直公开表示 他对自然产生和实验室泄露这两种观点都抱持开放态度 但有更多证据支持COVID-19源于自然界 就像其他致命病毒 包括冠状病毒的亲近SARS传播给人类一样 星期一 在共和党议员质疑 他是否在幕后努力压制实验室泄露论 甚至试图影响情报机构之后 福气重申了这一立场 我曾多次表示 我对这两种可能性都抱持完全开放态度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驳斥这两种观点 我都会接受 福气说 他后来提到了一个电影中的特工角色 谴责了一种阴谋论 即我像杰森·伯恩一样空降到中情局 并告诉中情局 他们真的不应该讨论实验室泄密事件 星期一 针对总统乔·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的联邦枪支案审判的陪审团 成员已被挑选完毕 此前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候选人 被询问了他们对枪支权利和吸毒成瘾的看法 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则坐在法庭前排 以表示对儿子的支持 开庭陈述将于星期二开始 由12名陪审员和4名候补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 在一天之内被选出 亨特·拜登与父母共度了周末 他在此案中被指控在特拉华州犯有三项重罪 这些罪名源于他在2018年购买枪支 而根据他的回忆录 他当时正处于吸毒成瘾的痛苦中 他被指控向有联邦牌照的枪支 经销商撒谎 在用于筛选购枪申请人的申请中 谎报自己不是吸毒者 他还被控非法持有枪支11天 截至下午晚些时候 接受询问的65名陪审员中 有29人被筛掉 一名被筛掉的陪审员 候选人说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保持公正 因为他对亨特·拜登的看法来自媒体报道 不太好 当律师询问他对亨特·拜登的看法时 他回答道 在一项认罪协议破裂后 该案将进入审判阶段 而这项控辩协议原本可以避免 在2024年大选前夕进行审判 在共和党人谴责现已失效的认罪协议 是对民主党总统儿子的特殊待遇后 亨特·拜登决定进行无罪抗辩 并辩称自己受到了司法部的不公平对待 就在几天前 推定的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在纽约市被判犯有34条重罪 那起案件的陪审团裁定 这位前总统参与一项掩盖 向色情演员支付封口费的阴谋 以避免对他2016年的总统竞选造成损害 这两起刑事案件毫无关联 但他们相似性凸显了刑事法庭在2024年竞选期间 如何占据了中心位置 白宫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国家安全顾问 杰克·沙利文将于6月15日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议 副总统通讯主任克尔斯通·艾伦表示 哈里斯将前往瑞士卢塞恩 强调华盛顿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 确保公众与持久和平的努力 声明说 哈里斯将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人民保卫自己 抵御俄罗斯的持续侵略 克里姆林公一再表示 任何关于确保乌克兰和平的谈判都应该由俄罗斯参加 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参加峰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 菲律宾将参加本月由瑞士举办的和平会议 他还感谢菲律宾的支持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华盛顿州西部遭遇反常降雨 数万人停电 西向专家称 一条罕见的寂寞大气流 在短短三天内带来了华盛顿州西部 通常整个月的降雨量 狂风还吹倒了整个地区的树枝 Lake Stevens的一栋房屋 因树枝压断电线并引发火灾而起火 这栋单宽活动房屋全毁 据Stevens湖住宅消防局称 房屋的主人当时不在家 但据信当时在屋内还有一只狗没有找到 今天白天的阵风将达到每小时30至40英里 1968年 小马丁·路德金刚刚遇次身亡 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 最流行的歌曲是披头士乐队的《Hey Jude》 这一年也是马来塔伊瓦西克踏入教室的第一年 伊瓦西克是西雅图公立学校中教龄最长的教师 已经连续工作了近56年 在过去的49年里 他一直在Orca K8担任幼儿园教师 6月6日下午5点 学校的家长和教师咨询协会 将在Orca K8为伊瓦西克举办退休庆祝活动 学校和周边社区的居民都可以参加 西雅图时报专栏作家丹尼·韦斯尼特 表示特朗普赢得了本周76%的共和党总统初选选票 这就像一个邪教组织 因为该党似乎急于自我贬低 抛弃其长期以来关于法治和个人责任的所有言论 以及在华盛顿州获胜的任何机会 在特朗普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因此这也是从 也是将特朗普从华盛顿选票中剔除的另一个理由 如果共和党人不这么做 其他人可能会这么做 原来华盛顿州有一项法律 禁止被定罪的重罪犯竞选公职 早在1865年 华盛顿州还是一片领地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规定 任何被判定犯有臭名昭著的罪行的人 都不得担任民选公职 Takoma警方称 这名少年喜欢豪车 他太喜欢了 以至于在八个月的时间里 抢走了40多辆豪车 警方周五在一份新闻稿中 宣布逮捕这名16岁的少年 据报道 他在试图进入另一辆被盗汽车时被抓获 警方说 他当时携带着钥匙 警方援引通过广泛调查收集到的证据称 他们将这名少年 与10月至5月间发生的数十起汽车盗窃案联系起来 据报道 这名窃贼的作案手法很简单 就是利用车主的粗心大意 一艘大型游轮因大风在Elliot海湾停留数小时 周一凌晨5点左右 当皇家加勒比海游轮公司的海洋量子号失禁时 强风迫使该船需要拓船帮助 海洋量子号游轮长超过1100英尺 宽近150英尺 可容纳超4900名乘客 通常往返于西雅图和阿拉斯加之间 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 游轮公司发言人称 由于风力较大 海洋量子号回港时间退时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天际情况 并将最新消息直接告知乘客 下午1点30分 游轮终于成功靠岸 根据Wallet Hub最新报告 华盛顿州 犹他州 马赛诸萨州 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是经济状况最好的州 最佳个人金融公司 使用经济活动 经济健康和创新潜力 三类28个指标 对各州经济进行排名 总体排名第一的华盛顿州 在经济活动类别中排名第一 在经济健康中排名第15 在创新潜力中排名第二 经过生活成本调整后 弗吉尼亚州 犹他州 米尼苏达州 新泽西州 和科罗拉多州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最高 上周日的凌晨 皮尔斯县在不到三小时内 发生三起逆行酒驾事故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凌晨两点左右 司机是一名成年女性 她带着孩子逆行 与另一辆载有三人的汽车正面相撞 受害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逆行司机受重伤 因酒驾被捕 面临交通杀人指控 第二起车祸是一名逆行司机 撞上一辆SUV 导致5号洲际公路北行线 第56街路段关闭 第三起事故导致I705 一段公路封闭 逆行司机在事故中受重伤 受害车辆的两名乘客伤势矫情 华州一项新法律将于6月6日生效 该州的执法人员将很快被赋予更多权利 来追捕嫌疑人 2113号提案规定 可以对合理怀疑的嫌疑犯进行追捕 目前警察只在有理由怀疑车内的人 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暴力犯罪 性犯罪 车辆袭击犯罪 逃跑或酒驾等 才能开始追捕 新法律规定 对于那些偷车 撞商店 入市刑期的嫌疑人 警察同样可以进行追捕 但我们不打算在高峰时间追赶 我们也不会在学校区域进行追捕 除非情况紧急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夏土地区今晚有多云 降水概率63% 最低气温华氏52度 摄氏11度 明天有雨 降水概率73% 最高气温华氏63度 摄氏17度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广告号请继续收听 下座中文电台 先问一下栏目 你的健康保险 Medicare Medicate Tricare或CHIP 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警字键 了解详情 本广告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at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6月2日欧冠决赛 在温布利球场打向 黄马2比0战胜多特蒙德 拿下队势第15座欧冠军 第74分钟 托尼克罗斯左侧脚球助攻 卡瓦哈尔助攻 第83分钟 维尼修斯前场抢断之后 轻松破门 6月4日 七甲黄加马德里官方宣布 俱乐部与法国球星 姆巴佩签约5年 合同至2029年6月 黄马在公告中写道 俱乐部与姆巴佩 已经完成了签约 未来5年 它将效力于俱乐部 据转会专家 罗马诺的消息 姆巴佩新赛季将身穿 黄马的9号球衣 很明显 一些WNBA球员 并不太喜欢凯特林·克拉克 这对WNBA来说 应该是件好事 随着每场比赛的进行 反凯特林的情绪 越来越明显 周六 芝加哥的Channity Carter 用肩膀撞向 毫无防备的克拉克 将克拉克撞倒在地 这种情绪达到了顶峰 卡特的队友 Andrew Reese 是克拉克大学时期的老对手 他在板凳席上 为这一举动欢呼 这显然是两人 在前几次进攻中 正面交锋的升级 包括克拉克 似乎用肘部打击卡特 并似乎当面说了些什么 克拉克是一个 引人注目的女性 这位本赛季增添了许多趣味 与大学时期不同 她无法主宰比赛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15.29点 或0.30% 暴售于38571.0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93.65点 或0.56% 暴售于16828.67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 5.89点 或0.11% 暴售于5283.40点 COMEX黄金期货上涨 25.60美元 暴售于每盎司 2371.40美元 WTI原油期货 暴售于每桶 74.22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 暴售于每桶 78.20美元 比特币暴售于 69124.90美元 截止收稿 上证指数下跌 8.32点 暴3078.49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323.43点 暴18403.04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 435.13点 暴38923.03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 兑换724.35元人民币 欧佩克组织开展了 最新会议后 已经同意将集体性的 减产措施延长至2025年 并且还将部分资源减产协议 延长至今年的9月份 与会代表称 这些限制措施 意在提振油价 并避免一些因素 造成的全球供应过剩 这些因素包括 其他非成员生产国的产量增加 以及高利率高通胀背景下的需求降低 这个定于6月2日举行的会议 最初计划在维也纳总部开展 后来改成了视频方式召开 本周五早些时候 又证实了将在沙特首都利亚德举行 不断调整的计划 为这次会议平添了不少关注度 在日本央行今年3月取消负利率政策后 日本在线金融公司乐天银行预计 央行可能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 乐天银行首席执行官Hiro Yuki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鉴于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跌 日本央行最迟可能在10月份采取行动 截止发稿美元兑换人民币日元的汇率 在157.12的水平 今年以来日元已累计贬值超过10% 日本国土交通省今日通报 崩田 本田 马自达 亚马哈和陵木 五家汽车厂商在相关测试中造假 相关企业股价出现下跌 当天日本内阁长官林方正 三日在记者会上痛批 这损害了对我国汽车产业的信誉 鉴于多家企业在汽车和发动机辆 产所需型号认证的过程中 接连发生违规行为 日本国土交通省对共85家汽车生产公司调查 是否存在类似情况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紫楠和小曼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雪涛 俊红 乐阳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